另外副首相多斯里阿莫扎西表明 国家技职教育政策近期将寻求内阁批准 预料会在明年6月推介 这项政策是整合了12个部门下的技职教育活动 并调整1344个技职教育机构的政策 阿莫扎西下午出席政府执政一周年周边活动时指出 政府重视技职教育 因为技职教育可以培养出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 而这种教育应该要从学校开始落实 技职教育不再是落榜学生的第二选项 而是可以满足行业需求的解决方案 他也呼吁提供技职教育的单位调整课程 将期程的时间用在实践和职场培训 以提高学员的就业率 请不吝点赞订阅